这是一只小奶狗找妈妈的故事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狗 它都要上去闻一闻 跟人家交流交流 好像是在告诉其他狗狗 你好好看看认不认识我 我找不到妈妈 等它确认型号不对之后 它也不会乱认亲戚 虽然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有点小失望 但是小家伙有它的原则 它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 没有血缘的狗狗身上 拍视频的网友与可爱的小家伙 在附近的垃圾堆相遇 在一番对视与交流之后 网友发现它处于流浪状态 当然 小奶狗也觉得自己 需要一个蚕食官 然后它们一拍即合 之后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在相互作伴的时光里 网友发现小家伙 有一点身体缺陷 它的眼睛不对称 这有可能是被人丢弃的原因 还有就是小家伙 见到其他狗狗 都要上去认真查看 有时候 还会在它小小的眼睛里 表现出忧郁的眼神 其实 它不是很快乐 网友知道 它是在找自己的妈妈 它根本没办法 忘记生它的母亲 既然小奶狗是在附近被网友捡到 这个公园 自然就成了小奶狗寻亲的场所 尽管有可能在某一天 小奶狗运气爆棚 找到了它的妈妈 会回到以前的家 网友会失去这个 萌萌的小家伙 但是为了它能健康快乐 网友还是义无反顾的 经常带它出来寻亲 那样也证明 小奶狗当初并不是被丢弃 而是用它的小短腿 把自己走丢 到时候小奶狗 能回到狗妈妈 与兄弟姐妹的身边 也算是皆大欢喜 在任重而道远的寻亲之路中 小奶狗也有一些收获 它认识了狗生中的很多朋友 可能是看它小 其他狗狗也愿意找它玩 也没有一条狗狗欺负它 虽然它都是表现出 一副高冷的样子 一言不合 就觉得人家跟它没有血缘关系 不爱搭理其他狗狗 但是随着它慢慢长大 它自然会明白作为狗狗 有其他小伙伴一起玩闹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成年的狗狗 对它表现出来 一热一冷的行为很不解 明明是小奶狗 忠忠忠地跑去找它 等看清楚人家的样貌 不是自己的妈妈后 又一副嫌弃的样子 整得其他狗狗 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长得丑 关键这样的误会 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好了 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为它点个赞加油 祝福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健康成长